哈喽大家好我是叶子 新加坡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人 我想不用我多说 大家都可以一口同声的答出来 那么这个人没错 就是他李光耀 李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 但是呢在网上还是不断的会有他当年 经典的名言名剧名演讲视频流出 可能是因为现在这个电脑的算法 我看了几个以后呢 可能电脑会认为我比较想看这类的视频 最近不停的给我推荐李光耀当年的视频 今天呢这套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视频不是我看到的 其实是一个新加坡的朋友发给我的 我看了以后呢 我又非常有感触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仿佛我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也看透了一些人身上的一些哲理 我真的觉得李先生他的这个话也好 他说话的方式也好 真的就像一本书一样的 在你说在引导我也好 教导我也好 引导大家也好 反正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去看去听去学习的一个这么一样的一个人 那么闲话少说 我先把这个简短的视频放给大家看 看完以后我们可以再聊 在看之前大家可以在你的记忆中 评论区告诉我们 还有哪些是李光耀当年非常著名的演讲 你觉得值得我们去分享 值得我们去再一次回味的 可以在评论区甚至于把链接都发出来 除了一些他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演讲以外 可能还有一些采访的对话呀 只要你觉得是在你印象中很深刻的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好 我们先看视频 每个中国学生他们都有这样的American dream 他们都很想去美国 觉得美国才是最后的终点 所以我想请问李治郑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坐山 看望更高山 没办法 除非我们给他签一个合约 我看我们要给他自由选择 有的去美国 过了几年 他们知道 这个不是华人的社会 不是华人的天堂 有些会来 让他愿意过 这个视频的背景 我真的已经无从考证 我也不知道这个视频 李先生当年是在什么情况下 是在一个什么场合 回答的什么人的一个提问 不像之前我发的一条视频 大家都知道是回答这个山东日照市 市长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不知道他回答的是谁 这个问题提的蛮有意思的 他说每个中国学生都想去美国 都有一个American dream 然后都觉得美国才是最终的终点 他问这个李先生 李光耀是怎么个看法 其实在现在一个背景下 我是这样理解 就即便到现在 因为这个视频最起码也有 我估计也有很长时间了 因为视频里面可以看到 他已经称李光耀为资政了 那说明李光耀那个时候 已经退休了 而且已经是他的末年了 已经是他的生命的后期了 所以说这个视频最起码 我估计也有个十年左右 甚至于以上的这个年份 那么在十多年以前 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而且甚至于可能会更加厉害 这两年走线的人那么多 很多人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 往美国去 就连口口声声的小粉红都会 如果你给他机会的话 他都一样会义无反顾的去美国 真的是就是真的是 挡不住中国人对美国的向往 即便满天每天 每个人嘴巴里面都是 美国怎么怎么样不好 美国怎么怎么样差 枪支柱和泛滥 总统也被暗杀 老百姓穷的没有饭吃 等等等等 社会矛盾 种族歧视等等问题 虽然中国人满嘴都是这些 但是你不能改变 很多人都想去美国 很多高官也好 这个大款也好 这个大老板也好 都会把子女送到美国去 真的是这样 这个事实 这个现实 你是改变不了的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改变 但是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 因为我在国外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我看到我身边很多移民出来的人 有不一样的结果 我觉得非常的悲催 就是你想去美国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不要盲目的想去 不要只是因为跟风别人去 你也想去 就像新加坡最近有很多富人会移民到新加坡去 大家都觉得新加坡富人都去了 一定好 我们也要去 实际上每个国家会适合不一样的人群 像新加坡这个国家 以后我的视频里会聊到 新加坡其实就不太适合中产 就是没有钱的人就不要想去新加坡 我觉得是移民过去会很辛苦 对不对 而且生活质量不一定能够有怎么样大的改变 但是在人文上会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如果正想去美国 OK 你如果做过严重的调查 没有问题 但如果没有的话 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到底是为什么要去美国 你对美国有多少了解 美国有多少个州 大概多少人口 对不对 你要知道你的英语能力有多少 到了美国以后 你能不能适应美国的生活 你能不能在美国有尊严的活下去 你从一个环境换到另外一个环境 肯定是你觉得之前的环境不好 对不对 那么你不能换了一个环境以后 连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 对吧 所以说在各方面都要想好 而他这个问题 他问李光耀 他问这个李先生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有什么看法 李光耀真的是 之前聊李光耀的视频 是他很睿智很聪明 他的回答让人真的是觉得 相当有心机 会觉得非常好 非常的 这个深度很深 而这个视频就是 就是很直白 他一上来就是这个问题 很难解决 然后大家都笑了 真的是他这样 我觉得而且他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他并不是说 像某某大国一些外交人员 会翻稿子 看很长时间 他没有 他就是临场 想到什么以后 直接一句话 哎呀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然后底下人都笑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 他说坐山 看着更高的山 我都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 骑着马 找马可能是 就是已经在一个地方了 但是想着更好的地方 所以说他可能 有些学生去了新加坡 但实际上是想用新加坡 作为跳板 到美国去 最终是想去美国留学 在美国生活 李光耀也说了 很难解决 没有办法 这一点就能说明 李先生 他是多么的坦诚 多么的耿直 就在这个问题上 他完全没有 没有耍任何的心 也没有 没有想要留住 这些人在新加坡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是在一个 新加坡的学术的 一些讨论会上 所以李光耀后来提到了 除非签个合同 就是说你来新加坡留学 你就不可以走 签个合同 对吧 然后 他说了 他就给予人们自由的选择 这个是大家自己的选择 你也留不住别人 强扭的瓜 不会甜 人在曹营 心在汉 没有用 对吧 所以说他也能完全理解这个问题 他就说了 但是他最后提到一句话 他的话很简短 这段视频里 他的话很简短 但是每一句都是经典 我觉得他最后这句话 太让人觉得很牛了 他说去了以后 慢慢他就会知道 美国也不是华人的世界 不是华人天堂 愿意回来的 还是会回来的 所以他这个话 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预料到 就已经预言了今天 我们这个很多一个名词 就是回流 有很多人从美国也好 加拿大也好 就是发达国家 回流去中国 有很多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人 我觉得李光耀当时在十多年前 他就已经发现了这个情况 他就已经 真的是我回想一下 我十年前 我十几年前 我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我是想不到会有人移民了以后 还要放弃国外的身份回去的 我是无法想象的 但十年后的现在真的是在不停的发生 我周围也有这样的人 而李光耀在十多年前 就说到了这一点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人 简直就是 在我反正我已经多次表态 李光耀就是我的偶像 他可以说真的是我的偶像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崇拜 非常非常的 就是李老先生 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去学习的 我的朋友 我的新加坡朋友跟我说 他给我准备了一本李光耀的自传 下次等我去新加坡的时候 十一月份 他会把这本书送给我 OK 我以后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好好地拜读一下 李先生的一些书籍 好好地学习一下 现在只能通过他的一些视频 一些采访 他的一些名言 去了解 去从侧面去理解这个人 包括他的一些政治方向 政治策略 对吧 那么最后我还想说什么 我已经看了李光耀很多视频了 这个视频能看出来 已经是他生涯的末期 真的我觉得 他跟年轻的时候的状态 完全不一样 他年轻的时候 可能他会有一种 很强的一股锐气 但是他的笑容没有变 你看出来没有 他的笑容依然是那个样子 但是他说话的方式方法 他不像他年轻时候 那种感觉 他那个表情 我不知道该怎么模仿 带一点点的自豪 带一点点的高傲 因为他不能让别人 把他看扁了 他是新加坡的领导 他代表一个国家的面子 他在国际上都要显示出 即便我是一个小国 我也要昂首挺胸 我也要 说出新加坡人的尊严 对不对 底气 所以我觉得 他年轻时候那种锐气 现在确实是 在这个视频里面 确实是没有了 但是多了一份锐智 他的智慧 没有那种棱角 越来越圆滑 但是他的理解更多 他说了吗 很难解决 就是很难解决 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但是他也预言了 他们会回来的 有一些人会回来的 所以说 李光耀的人生 真的是把他的老视频 就是他年轻时候 新加坡刚见过他那个时候的视频 眼神里面既有无奈又高傲 又骄傲在里面 然后现在的到老了以后的视频 就变得很和蔼 变得非常的 真的是 这个这个 非常睿智 非常的 有 有 有 wisdom 非常的 非常的智慧的一个人 我不知道你对李先生是怎么 一个想法 一个看法 因为李先生 他不光是新加坡的教 其实在整个国际世界的华人圈 他都是一个非常非常 让人知晓的人物 我觉得周边 不管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台湾 香港 包括大陆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李先生 所以说 屏幕前的你 如果有任何 对李先生 李光耀 有一些想说的话 一些女生 她的一些认识认知 都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分享一下 讨论一下 我也说了 有你觉得她好的视频 发给我 分享给我 邮件给我都可以 我也想更多的 从她身上 学到一些更好的知识 更好的观念 对我的人生 我觉得会有很大帮助的 所以看到她的一生 从年轻时候的锐气 到老了以后的锐智 我觉得 那现在我 现在这个年纪 可能也可以把自己的锐气 稍微的收敛一下 因为迟早 我会到那一天 我会走到那一步的 啊 OK 今天就感慨到这里 Thank you very much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多多点赞 分享 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推荐我视频的权重 不论你赞同 或不赞同我的观点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的足迹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 有点意思 就请订个月 关个住 下回更新 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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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